一群雇佣兵闯进了这个宁静的小镇上 此时的他们还不知道 他们即将面对的是一群装备精良的退役特种兵 而弟弟他们早就手养很久了 成功拦截了雇佣兵的无人机后 他们将敌方的无人机视野 传输到身体内的神经传导系统共享视野 弟弟跑进车里拿出枪械 披灭脚下的火焰 凭借着无人机的上帝视角 猎物最终退去了伪装 变成了更凶狠的猎人 很快 最后一个潜入大美家中的雇佣兵 也被及时赶来的弟弟击杀 为了弄清被暗杀的真相 大美最终还是决定重新进入游戏 睁开眼 大美惊讶地发现游戏里原本是弟弟的形象 这一次竟变成了自己现实当中的样子 之前通过电话联系大美的游戏公司的人威尔 突然出现在大美的身后 威尔没有说其他废话 直接告诉大美他一直在寻找艾莉卡 而大美又是最后一个见过艾莉塔的人 但相比幼稚地寻找失踪人口游戏 大美更关心的是他和家人为什么会被追杀 这时威尔告诉了他一个更加难以置信的真相 他告诉大美这并不是游戏 他现在所处的是一个叫做边缘的化身当中 没有继续解释更多 他直接带大美来到屋外 告诉大美这里是2100年的伦敦 接着一大堆的专业术语下 大美却是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愿意相信 于是威尔又拿出一份报纸递给大美 并且告诉大美 他的母亲会在四周内因为癌症去世 而大美真的在报纸上看到了母亲的复告 为了让大美彻底地相信这一切 威尔他们还特意研制了治疗药物 也已经把药物寄到了药店 接着直接中断了大美的连接 从游戏里醒来后的大美 为了证实威尔说的话 先是赶到药房拿到了药物 又找到母亲了解情况 母亲歉意的道歉下 反而证实了威尔说的话 母亲说他确实没有多少时间了 为了不让家人悲伤 他决定在平静中离去 抱着一丝希望 没办法的大美也只好给母亲注射药物 接着他把这件事告诉了弟弟 可是弟弟压根就不相信 还严厉地指责了大美 但为了弄清真相 也为了母亲 大美最终还是说服了弟弟 他还是决定和威尔进行合作 这一次进入游戏的大美 直接被威尔带到了他的雇主列夫家中 他也终于了解到一丝真相 这个游戏其实是未来世界的一种量子碎川技术 不同于时空穿越 仅仅只是将他的意识投射到眼前这句话声当中 而他们一直在寻找的爱丽塔 就是这家游戏公司的员工 威尔的雇主列夫利用爱丽塔的权限 制造了一个时空碎川的暗门 但是现在爱丽塔失踪了 他们也失去了这个暗门的连接 此时的大美好像听明白了 又好像啥也没听懂 他还想继续问下去 但列夫及时地打断了他 于是他回归正题 问出了当下最在意的问题 那就是他的母亲到底什么时候能够痊愈 可是通过列夫他们的口吻 他才知道威尔之前欺骗了他 保证能够治好母亲的药物 真实的有效率却只有57% 他们也无法保证一定能够痊愈 听到这里的大美火气瞬间就上来了 他直接告诉众人 说完之后大美就直接下线了 接着他找到了弟弟 告诉弟弟收集到的情报 而为了补偿他 他们还给大美直接汇了一大笔钱 如果要问未来世界如何给过去汇款 那一定就是中彩票的方式了 资金充裕后 弟弟第一时间开始准备武器采购 同时为了防止后续继续被人追杀 他也找到了之前的战友康纳 尽管康纳之前因为战争伤残了 但极度缺人的情况下 他还是希望康纳能够去他的家里驻扎 以便能够更好地保护家人 这天晚上 大美突然从梦中惊醒 他听到了楼下有动静传来 以为是杀手来临的他马上呼叫弟弟 接着战战兢兢地来到楼梯口暗中观察 看到的却是家里的冰箱被打开了 大美走近一看 多年瘫痪在床的母亲竟然自己走下了床 更神奇的是失明的他现在也重见光明了 看来威尔的药物确实起作用了 大美激动地拥抱着母亲 可是陷入狂喜的他们并不知道危机即将来临 本地最大的黑帮大佬趁着老婆不在 进入单机游戏里寻找青春的时候 边缘游戏公司的人黑进了他的游戏里 二话不说直接开出一千万美刀的酬金 让他除掉大美姐弟俩 大佬还以为是国安局的人在钓鱼执法 愤怒地直接关闭钓游戏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 晚上他的手机短信就响了 对方竟然直接转了250万美刀的定金过来 大佬动心了 所以大美一家人的幸福生活 究竟还能维持多久